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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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過得很快 中秋來到龍泥九月 茂康先生 我想問一下 平時你有沒有留意一些預言 較少一些 其實2019年新冠肺炎出現之後 世界各地大家都很留意預言 我們中國有推背圖 地武經 但說到全世界最熱烈的其中一個預言 一定是印度神童 阿南德 他一就是印度尖聲術 其實從我們中國的玄學紫微斗數 究竟能不能跟他占卜到相同的預測 不如今集網刊師 我們就試試吧 好啊 印度神童阿南德 令我們認識了印度尖聲術 他還有一個更深入的名稱 叫做廢陀尖聲術 他就說 穆星在8至11月運行到這個摩褶座 所以他就預測 我們會全球面對新一波疫情的大考驗 真可憐 但至於中國的尖聲術又是怎樣呢 印度有印度的尖聲術 我們中國其實有我們自己獨特的尖聲術 有這麼說 我們在李淳豐裏面有一本書叫《月字尖》 他就是用什麼呢 簡單來說 就是用了七正星和二十八星獸的運行 來作為一個預測 曾經這本書都預言過 就是如果五星 即是金星、水星、木星、火星、土星 如果聚在防壽裏面的話 就會有事情發生 而在《史記》裏面都記載 當時就是武王佛咒的時候 至於阿南德 他就說這個木星在8至11月在摩褶座 而摩褶座大致上 就是對我們中國尖聲術裏面 說的北方星獸裏面的牛獸 其實無論是印度尖聲也好 或者是中國尖聲也好 其實都是希望用我們的天人合一 看一些星的運行和光暗去做一些預測 不過提到中國尖聲 又令我想起這個紫微斗數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拍過一些集數 他們應該都有一些關係 沒錯 他們當中都是有一些關係 其實如果各位觀眾都知道 我們有時看到這一本很有趣的書 就是我們中國的通勝 通勝在春牛圖的後面那一頁 叫做天官似福圖的時候 我們都會見到 其實它是我們紫微斗數的前身 譬如你會見到有不同的星 有些好像我們平時會見到 譬如說你見到有天氣星 是不是 有紫微星 是不是 或者我們有天廚星都見到的星 譬如太陰星裏面都有的 甚至乎有一些吉的星 譬如紅亂 太陽 都會有 甚至乎我們說的孤神 劫殺這些星 都會在裏面的 其實某程度上 它就是紫微斗數的前身 慢慢在它演繹之後 它就後面越來越加了不同的 甲級星、月級星 就變成了紫微斗數 至於紫微斗數 如何預測我們 接下來幾個月的運勢 結果又是怎樣呢? 我們又馬上看看 阿南德提到的8至11月 對應我們農曆的6至9月 到底是不是真的 它說到這麼悲觀 又來到新一輪的全球疫情大流行 我們不如就 跟大家用紫微斗數去預測 然後究竟情況又如何 但是我們要預測一個 可能香港或者全亞洲 甚至是普照的全球 其實我們需要什麼資料去對應 其實我們紫微斗數 仍然都是 好像之前那樣說 它跟8至不同 8至是以節氣作為交替 紫微斗數 就以是正月初一日的祖子時 作為新一年的開始 我們就用這個年月日時 作為一個 起命盤的準則 嗯 那我們就 起了一個命盤 應該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這個流年命盤 沒錯 我們就會以 人這個功位 就是我們的命功 應該是貪狼聲守命功 在裡面當中 嗯 但是剛才我們說到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新年 就是正月初一 但是始終每一個地方的新年都不同 那會不會就變成我們能夠 預測到的範圍是很有限呢 沒錯 其實每一個地方的新年都是不同的 那麼剛才你也說到 譬如我們中國是以正月作為一個單位 譬如泰國 它可能以佛誕的時間作為新一年的開始 各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比較局限於在香港 或者中國 這個環境下裏面而去看到的 嗯 至於我們剛才也說過 我們要預測幾個月的情況 沒錯沒錯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用電腦 就是用Apps來做 因為人手起盤是不懂的 沒錯 正常的 用電腦或者Apps去起盤的時候 我們就 流年命盤可以起到的 沒有問題 大胃盤更加沒有問題 但流月盤未必能起到 可以怎樣做 沒錯 我們要教各位觀眾 就是怎樣起一個流月的命盤 很簡單的 譬如我們看到螢光幕上面 剛才我們說過 它那個人工 記住永遠是人工 人工我們就稱呼為 我們在我們的紫微斗數裏面 我們就叫做斗軍 如果剛好它已經是命工的話 只要你起一個流年的命盤 今年是新丑年 所以新丑年的流年的命盤 這個位置就會起一月 如是者 這裡就是二月 三月 四月 我們一路數 五 六 七 八 我們去到丁柚這個工位 就是九月 所以我們就當 九月份的話 農曆的九月就會有這個盤 所以你看到 現在這裡 螢光幕上面 就看到有月明 在丁柚這個工位 當作九月份的計算方式 我們剛才都說過 對應農曆六至九月 之前已經過了 不如馬上就看看 農曆九月的流月運程是怎樣 沒錯 這個真的要大家細心去留意 因為為什麼呢 既然剛才都說到 印度的尖聲術 說到那麼差的時候 或者那麼差的時候 是否真的那麼差呢 我們都真的要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首先就是我們的命工 是六傳星首名 我們都說過了 逢親六傳的話 一定就會有瓊陽和陀螺去夾住 這個地方的話 相對地就已經是一個 我們叫做不好的地方 麻煩一點 是啊麻煩一點 至於我們的對工 即是我們說的遷移工 或者我們的大環境下面的問題 我們可以談到是遷移工 各位觀眾都記得 剛好就碰到巨門的化妓 而且是天璣的化科 我們有一個很出名的名稱 就叫做科挑妓 就是說會產生一些 用名氣或者一些東西 而產生的一些化妓的問題 首先先解釋了巨門的化妓 巨門的化妓 我們大家都記得 之前教過十肝四化妓的時候 都說過 巨門化妓就容易有管道上的病 那何謂管道 譬如我們說 如果填移工的話 我們上次講笑這樣說 可能家裡就會爆出某些渠 或者可能弄到家裡 很順盡 很臭 當然如果在我們的遷移工 或者我們的命工裡面 就是身體上的管道問題 我們身體上的管道 包括我們的肺部 因為我們有肺的管道 智器管 當然我們會講的腸胃 或者我們講的一些大腸 小腸的管道上都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如果它化妓聲的話 很大機會就是管道上 所以為什麼 譬如它說 印度的尖聲術 可能有機會有一個大的波 牽連到全球 可能都有機會 甚至乎我們香港和中國 都有這個情況的出現 同工 剛才我們看到 又化綠 又化妓 又化科 其實會不會更加麻煩 其實它會不會更加麻煩 其實它在對公 又射回到我們的命工 會出現了剛才 之前你說的科挑忌 那些情況 沒錯沒錯 一樣它都會有些麻煩的情況 在裡面 譬如我們說到 科挑忌就是說 我們一個地方 或者受重視的地方 容易會有這些事情 或者容易會有這些問題的出現 所以相對來 它更加有這些情況 而影響到它 又或者我們這樣說 我們有沒有方法去解救這件事 或者有些朋友都會問 師傅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之後 我們不能解救呢 那其實有些事情 我們看得到 其實它有所改變的 譬如說我們 在我們的福德公 福德公是我們一個人的精神思想 或者就是 那個大環境下的一些政策 大家看到是天同化權的 天同化權就是我們說的 先交叉後提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一個月份 來表示的話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月份的上半個月 我們要特別注意 至少去到十五號打後 即九月十五打後 才慢慢慢慢會看到 好的一個情況 在裡面當中 甚至乎 在我們的三方四政裡面 就是我們說的 自有醜的公位 是不是 我們都是幾月同樣 看到有天良星的被陰 和我們有太陰星的化錄 就是說我們暫時來說 問題上有這些會發生 不過我們有化權 和有化錄的相照的時候 就是說可能我們的領導層 可能一下子就拒絕了 或者我們說的不讓外來的東西進來 可能我們因為這樣 而制止都有問題的蔓延 至於農曆十月又如何呢 農曆十月呢 當然我們要看回我們的月份的本 既然剛才都說 剛剛我們丁友的公位是九月份 當然就動到下一格 就是霧率的月份 就是代表我們的十月份 霧率的四化 大家如果有記得十干四化裡面 就是霧灘陰日基 所以它有什麼問題的出現呢 原來就是出了在交友工的事情上面 因為它是天璣的化紀 有些朋友都會問 師傅如果是交友工的話 其實是代表什麼地方呢 其實就是我們香港 或者我們中國的輪郭 或者我們附近的一些朋友仔 我們叫做 因為它匯著的都是一些 我們所說的兄弟工在裡面當中 所以你看到那個浴露全動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的兄弟工 和我們的交友工上面 即是說其實相對來說 下了去交友工或者兄弟工 即是說我們自己本土的運程沒有那麼差 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相對地 我們都是穩定一些的 一些星系的組合 當然你說有沒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在裡面當中呢 當然都有的 因為如果我們在月明裡面來計 今年因為大家都記得 新過日曲槍 當然就是文昌的化技 以及文曲的化科 我們仍然都是科挑技 所以我們不能夠掉以輕心 不過剛才都說了 因為六全升了兄弟工 而同時呢 六挑技就是在那個交友工裡面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我們所謂那些 現在用這些字眼 即是外來引入的病 可能是有不同的地區 或者是在我們香港或者中國 鄰近的地方 而產生的這些問題 那我們就要特別小心 不過我們現在暫時都沒有什麼機會 出外旅行 所以大家都少要煩惱 但如果真的需要外出的時候 或者工作需要 大家都真的要小心一點 所以又不用擔心 各位觀眾 其實我們都還有一些吉星去照耀 譬如我們在樓盤裡面 我們看到 譬如我們劉瑜的摘壓工 我們仍然都看到 他是一個我們說的 擔心怕有不好的工 因為摘壓 始終怕會不會有事呢師傅 其實我們相對香港還是一個福地 你看到 摘壓工的話 我們有一顆很重要的星 守著就是天良星 對嗎 天良星有這個特質 不過 為什麼仍然都不要掉以輕心呢 因為流月 如果我們知道 暮年的綠 暮綠再至 所以它的月綠就會在子宮裡面 就是說 會有月陽和月陀也是夾著的 所以就是說 仍然都是我們說五五波 有機會都是有些麻煩的事情 不過仍然可以有解救的方法 至於農曆十一月 又會不會再好一點點呢 農曆的十一月 就是差不多我們在挨近年尾的時間 我們的改變度又是大一點的 不過有時候我們經常都說 人生上面 有很多因果上面的關係 都是改變不了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都說 我們能否改變現在的環境 都要看看 不過剛才都說 我們說上一個月都是因為 兄弟公的問題 那麼今個月你發現 原來都是跟兄弟公有關的 我們看看那個盤就知道了 我們的月命裡面 我們不錯 是不是我們有天同和天良對住了 不過你看到 仍然都很不幸地 我們的兄弟公 仍然都是雙化妓狀進去 因為大家可以背到 如果我們幾月的話 幾害月 即是我們說的幾無貪良曲 是不是我們都是 代表文槍文曲 這樣剛好都是化妓 即是說他們雙化妓的話 是進去我們的兄弟公 剛才都提過大家了 各位觀眾如果記得的 都是代表我們的輪郭 或者周邊的朋友 或者周邊的人 影響到我們的這個問題 那同一道理 剛才為什麼師傅說 是因果的關係上去產生的呢 你發現我們仍然都是個宅公呢 都是有月錄在裡面當中的 因為大家都記得了 紀錄載五 是不是 它有個月的陸傳在那裡 即是說在個宅公的話 仍然都好像上個月 有禽陽陀螺 追著來咬我們 所以就是說 在宅公上面的話 仍然都有不好的事情 去撞到這件事而去發生 不過託賴我們經常都說 在我們的三方四正 是不是 我們仍然都見到什麼 我們仍然都見到 有天良星的化科 我們仍然都見到 有巨門星的化錄 可以照耀到我們 這件事在裡面當中 尤其是天良化科 我們大家都記得 十干四化裡面 它是最能夠做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排難解分 遇難情長 那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在這個月份裡面 很小心地去衡量 而去做到這件事 也都要注意多一件事就是 在我們的無曲星裡面 就是我們的月的父母公 有化錄星的照耀 那就是說 起碼我們有貴人扶持 有人會幫到我們 去度過這個難關需 大家都不用這麼擔心 其實大家就預測了 這個我們香港 香港運程的一個秋冬運程 我自己覺得 其實無論那件事的發展 可能最終是好還是不好都好 其實有時候很看我們心態 就是我們學習完學 最終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做到這個 趨吉避空 但其實不是想大家 哇 很害怕 有什麼預測是很害怕的 而是有所準備 還有最重要 就是我們到街上有一個智慧 就是我們的景徐心轉 有時候可能你的環境 是經歷一個很難的環境 但如果你有一個很樂觀正面的心態 去面對的話 即使可能我們再次經歷一個很艱難的時期 像之前一樣 我們經常都要躲在家 很多人周圍都去不到 但你仍然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的樂趣 所以大家不要說過分悲觀 這樣就沒有問題 沒錯 還有想知道有更多的預測 懂得趨吉避空 都是繼續看著我們觀天之道 因為網行師兄會繼續教大家很多預測的方法 我們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我們下次見